《财经周报》为您梳理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是在星期三月29号 签署了英国脱离欧盟的一个官罕 并且是在当日 由英国驻欧盟大使巴罗 提交给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说明英方引用 《里斯本条约》第50条 是正式启动为期 至少有两年的一个脱欧程序了 特雷沙梅也是在国会下议院 发表脱欧演说的时候也是表示 英国脱欧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时刻 也承认说英国脱欧是将要面对后果 也呼吁国家以及国会要团结 以确保英国在谈判过程中 能够取得对英国最有利的一个协议 目标也是争取在两年内来达成协议了 并希望双方是能够分阶段 来执行新的一些安排 特雷沙梅也是在签署 这份长达六页纸的分手心之后 还是致电了图斯克 包括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 以及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就英国启动脱欧程序 是向他们打了招呼 而图斯克在收到英方官函之后 则表示说 欧盟居民是已经为英国的离开 感到不舍了 并希望将英国脱欧的损害减到最低 那么既然英国是已经决定 要和欧盟分手了 为什么还是要跟欧盟来进行谈判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简单的来说 英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 是并非像两个人趴脱这么简单 说分手就分手 因为英国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 双方的关系 其实就是像两夫妻一样 是有一纸的婚约约束的 那么英国如果要和欧盟分手的话 其实就等同于两夫妻要离婚一样 是有很多的条件需要磋喪 好像是要不要给赡养费 子女的抚养权 还有财产分配权等等 这些都是需要厘清的 而英国要脱欧 就需要和欧盟和其余的 其他27名成员国 来商议退出条款的一些细节 也是要确立退出后的一些新关系 包括像外交 签证 关税 金融贸易条约等等了 那么根据这个李斯本条约的第50条 也是列明说除非所有的成员国 都同意延期 否则任何决定脱欧的成员国 都是必须在通知欧洲理事会之后 在两年内来达成协议 而协议就要必须获得 其余27个成员国中 占到72%的一个赞成通过的比例 更要是得到欧洲议会的支持 才算是有效 而由于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各方都会以本身的利益为先 英国当然也不想吃亏了 而且第50条以往是从来没有使用过 也没有经过验证 那在谈判过程中 应该会存在很多的变数 所以一般预料 谈判是将会非常的困难 那图斯克也是预计 这个谈判是可能会持续到7年 而特雷沙梅也承认说 要在两年内来完成谈判 是充满挑战性的 那英国金融时报也是指出 这个英国脱欧谈判是需要达成 至少有三份的文件 包括像英国如何来退出 欧盟条款的脱欧协议 还有解释过度期安排的一个附录 以及有关后脱欧 英国和欧盟关系的一个框架协议 当中涉及有大量的 技术和法律的难题 那如果这个问题一直都谈不拢的话 会怎样呢 我们来看到如果说在这个理论上 如果双方一直都谈不拢的话 英国的这个欧盟 英国的欧盟的这个汇集 是将会自动的终止 但一般相信的这个情况是不会出现 因为如果双方在没有一个 新的外交及贸易条约下 关系破裂的话 情况是将会非常的混乱 甚至有人说呢 会以这个陷入疯狂来形容了 那么这也是谁都负担不起的 那么既然大家呢 都是不愿意看到这种疯狂的情况 出现 在未来谈判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的问题呢 首先呢在这个经贸方面啊 英国脱欧呢 也就是要退出这个欧盟的单一市场啊 如果英国没有和欧盟 就新的关税安排 以及自由贸易达成协议的话 英国产品以及服务啊 进入欧洲市场 就会遇到比较大的一个阻碍了 例如像这个英国汽车业 和这个欧洲供应链的联系 就会被打断了 而这个金融服务业呢 也是将难以在欧盟营运了啊 在这个移民的议题上呢 也是啊这个英国脱欧之后呢 英国和欧盟的这个公民啊 是将不再享有原来 在两地自由进出 居留以及工作的一个权利哦 那当然英国方面呢 也是希望可以和欧洲的 其他国家早日来达成协议 来保障呢 目前啊 已经在英国的这个欧盟公民 以及呢 已经在欧洲的英国公民的权利了 那么这样呢 英国也可以防止大批 这个来自欧盟的劳工的流失 以至影响到例如像是建筑啊 以及农业等等行业的一个发展了 那根据报道啊 这个英国是希望这两方面的谈判 是能够同时的展开 但是欧盟呢 则是希望能分阶段的谈判啊 也就是说 先谈移民再谈贸易了 另外呢 在双方之间的另一大争议啊 就是说这个英国啊 是需要向欧盟支付多少分手费的 这个问题啊 那英方早前呢 也是已经答应会履行义务 来填补英国脱欧造成的 这个欧盟的预算的一个缺口 支付到估计有高达 500至600亿欧元的一个分手费啊 那这对于英国来说 无疑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啦 其余呢 有待解决的问题 还有像是安全 主权 愚农以及北爱边境等等的问题 而在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呢 英方也是摆出 似乎是什么都愿意谈的一个态度啊 那特莱莎梅呢 也在这个脱欧关函中提出的 这个谈判原则 就有包括说 愿意以诚恳的合作 以及互相尊重的一个精神来谈判 力求达至全面的协议 以及呢 继续一起来维护双方共同的 这个欧洲价值观等等啊 但也有同时呢 以这个英国反恐情报 作为谈判的一个筹码啊 就警告说 如果呢 最终不能达成协议的话 这个将会来削弱双方 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合作了 那至于呢 被提出这个 被分手的这个欧盟啊 态度呢 则是似乎比较强硬啊 其中呢 法国就马上就拒绝了 特雷沙梅提出的 优先讨论 英欧自贸协议的一个建议 表明说呢 是不会在脱欧谈判期间 来同时讨论 英欧贸易协议的问题 而根据英国的卫报呢 获得这个据称是 欧洲议会下周表决 要回应这个 英国脱欧关函的 一个决议草案的文本啊 就显示说呢 这个议会啊 是将表明在2019年之前 都不会和英国来达成 自贸协议的 而2019年起的过渡协议期限 也不会超过三年啊 并且呢 表明说这个 在英国尚未正式脱欧前 私自和任何国家 达成双边贸易协议的话 欧盟呢 就会马上终止和英国的谈判了 那么如今呢 这个英国脱欧和 正如像这个特雷沙梅 所形容的一样 是已经踏上了一个 没有回头路的历史时刻了 但是金融市场呢 似乎是相当的冷静 英国和欧洲其他主要的 这个股市啊 在周三呢 也都是全面的向好了 英镑对美元的汇价呢 也只是轻微的下跌 那市场呢 也是普遍的认为啊 环绕英国脱欧的一个 不明朗因素 是已经逐渐的消除了 英镑呢 在短期内是有可能回升到 1.3美元的一个水平 不过呢 英国和欧盟 未来的经贸关系 变化的一个阴影 其实对于商界来说 仍然是挥之不去啊 欧洲的航空业界 就担心说呢 这个英欧之间的航线啊 在英国正式脱欧之后 将会无法的营运啊 此外呢 还有这个220万名 住英的一个金融从业员啊 更是担心说 未来是有可能失业 或者是被调职到欧洲大陆 来迫使多家的银行啊 也是要采取应急方案 来安抚员工了 而另外呢 这个代表欧洲 34个国家企业的 一个游说团体啊 也是发表声明 呼吁相关的协议 是不要对投资 以及贸易产生 不必要的障碍了 甚至有呢 这个代表丰田 已经日立的 这个日本企业的 经济团体联合会 也计划呢 将在4月初 来发表联合的公报 来呼吁呢 谈判是要顾及经济了 好的 那么本周国内外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 财经讯息呢 马上带您进入 一周财经回顾 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刚表示 今年将完善 人民币跨境使用的 政策框架及基础设施 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 规范发展 进一步深化 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稳步推进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易刚表示 要进一步提升人民币 投资储备及金融交易功能 推动国内市场开放 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 中长期研究 完善宏观经济监测 分析框架 中国财政部公布 一至二月国有企业 实现利润3018.6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40.3% 中央企业利润2346.1亿元 增长23.7% 地方国有企业利润672.5亿元 增长1.64倍 财政部表示 今年首两个月 全国国有企业经济运行 稳定向好 实现收入及利润快速增长 北京市计划今年内实现 自住型商品房工地规模 1.5万套以上 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指 自住型商品房是 北京独有的房屋类型 自2013年至今年1月初 已累计推出69个项目 分配项目59个 姚浩签约5.6万套 陆市项目平均价 每平方米1.8万元 农业银行行长赵欢表示 农行今年计划处理 1200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 目前已与8间企业 签订债转股协议 另有20多个项目在洽谈中 农行将利用理财业务平台 筹集社会资本 让企业进行直接的股权融资 他还表示 内地企业杠杆偏高 为银行业经营带来潜在风险 将采取多项措施 协助企业降低杠杆 包括主动控制高杠杆企业的 信贷速度 发展资产证券化 及股权融资等 港交所行政总裁李小佳指出 MSCI提出纳入A股的新方案 并咨询市场参与者意见 反映MSCI对纳入A股的 漫长过程中 已经找到折中或 故度性解决的对策 李小佳认为 除非已认定有较大机会 进行某种行动 MSCI应该不会展开征求意见 MSCI已连续三年拒绝 将A股纳入新兴市场指数 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 总裁埃文斯表示 今年加息三次可行 但对加息四次并没有信心 认为通胀要更强劲上上 加息四次的理据才更充分 他又预计核心通胀 要到2019年才达到2% 并忧虑长期通胀预期 低于2%的目标 交通银行表示 旗下交易国际正在申请上市 又指上市并非为 而是想将交易国际推向市场 以及考虑到市场体制改革 未来也会探讨将其他子公司 分拆上市 管理层又指 个人金融是交行转型的重点 好的 那么也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财经周报 我是李润 那么环国完全球 现在让我们立足香港 左眼角下一起进入聚焦香港 在2017年全球市场进入了加息的步伐 而投资者也是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 寻找方向了 中英香港就表示 未来的亚洲市场是将更具投资潜力 自美联储3月15号宣布加息后 全球央行新一轮加息风暴来袭 27号 中英香港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就表示 虽然美联储加息会影响到全球资金流动 但对股票市场影响仍然较小 美国总统特朗普并不愿意看到 美元强势的局面 而就汇率问题攻击中国等多个国家 而中国方面也并不希望看到 人民币继续大幅贬值 所以未来估计并不会有过多资金流入美国 中英香港同时指出 未来亚洲市场潜力巨大 尤其是中国及香港市场 将继续拉动亚洲及世界经济增长 亚洲作为世界上其中一个增长速度较快的经济体 其利率及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 或许会令更多投资者关注到新兴亚洲市场 中英香港资产管理股票投资付主管林家俊称 亚洲市场在提升内需 实施基建以及发展科技这双方面潜力巨大 而未来也将着重关注这三方面的发展 亚洲依然城市化的比例落后其他国家 所以代表它未来有很大的空间 去在这方面做一个发展 我们见到下面左下的幅图 看回政府的消费支出 也都指出了 其实过去几年 政府投资在基建方面的比例 消费是越来越高 也都越来越快的 此外 中英香港还指出 亚洲股票在全球市场中更具投资潜力 其具有吸引力的估值以及较高的回报率 都值得投资者进行长期资本投资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上释放出 将要在今年内开通内地香港债券通的消息 引发市场广泛关注 而市场就有担心开通债券通 会否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资金流向问题 对此 中英香港也表示 短期内资金分流影响不大 而目前还尚未得知 债券通实施的相关信息 而对于6月份 A股会否纳入MSI指数 中英香港也持谨慎乐观态度 亚太第一卫视潘雪科林家梁 香港报道 作为近两年全球体量最大的IPO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去年是在港交所上市 也受到了海外的瞩目 那么本周邮储航也是发表 上市后的首份业绩报告 其中就显示 净利润是达到398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1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公布最新2016业绩表现 净利润同比增长14.1% 至到398亿人民币 邮储航主要领导 在业绩会上解读 本年度业绩四大亮点 分别是盈利能力较快提升 升息资产稳步增加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快速增长 以及资产质量优异 邮储航执行董事兼行长 吕嘉敬表示 2017业务前景良好 收益有望进一步提升 从去年11月份 尤其是12月份以来到目前 整个的资金市场的价格 还是说是温和的上涨 温和上涨 那么作为中央邮政储蓄银行 这样一个资金的大行 在货币市场 在资金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机构 在这样一个利率周期 这个资金价格上扬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显然这个日子就比较好过 比2016年的要好过得多 同时 邮储航表示 2016年成立三农金融事业部 并正在申请设立 中油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而且目前中央已表示 将针对三农金融 推出相关的优惠政策 未来也将有助邮储航 在相关方面的业务表现 在台籍公司未来发展 邮储航表示 将全力构建三农金融服务体系 并且加强业务创新 及降本增效 打造零售强行 为股东提供更高收益 亚台第一卫视孙雪奇旅人亲 香港报道 去年银联和外汇局 是多次重申 是不能刷银联卡 在境外购买投资型的保险 那么今年银联也是再次的强调 内地居民是不能在香港 刷银联卡买房了 近日有香港媒体报道称 继去年10月份 叫停银联卡买保险后 中国银联在23号 又指令香港所有银行机构 对地产代理行业 停止一切内地银联卡付款 而香港发的银联卡 不受此指令影响 此消息一出 引发市场热议声不断 而随后 银联国际就对该报道 进行回应称 严禁内地发行的银联卡 用于跨境购买房产 这一规则并非新进出台 一直都没有变化 而这一规定 已经执行超过10年 有数据显示 2016年内地买家购买 香港一手物业所占的比率 约为13.8% 较2015年约9.7%的水平 进一步增加 也创2012年 买家印花税推出后的 四年新高 而今年银联再次强调 内地银联卡 不能进行境外投资交易 会否影响到 内地居民到香港购房 也成为市场关心热点 香港美联地产行政总裁 布上明就表示 此举应该不会影响到 内地客购买一元 而据美联地产数据显示 内地游客在香港购买豪宅的比例 要多于买中小型住宅 而且买入比例在近年有所增加 我们看到内地买楼 最主要就是 见到就是因为人民币贬值 那就见到是加速了资金 来香港买楼的情况 所以来说 我们相信那个趋势 仍然都会继续的 而谈到即使香港政府 最近加拿招 也挡不住房价声势时 布上明还表示 未来香港楼市价格 可能还会继续上涨 受人民币持续贬值影响 一些投资者将注意力 转向到了海外资产配置方向 引发了一波内地游客 到香港买房买保险的热潮 去年10月 中国银联也是出台了相关措施 全面暂停内地游客 对于香港投资性保险的支付 禁止境外保险商户 受理境内一连卡支付的 非消费类保险项目 亚台第一卫视 潘雪科旅人青 香港报道 好了 那么关心完香港的人和事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周的财经朋友圈 湖畔大学第三期开学典礼上面 中国互联网界公认 最有战略格局的马云 是主动弹起了微信之父 他说微信红包一夜之间 这个红起来 确实是一度打得我们满地找牙了 不过冷静下来想一想 社交媒体可能真的 不会为公司带来价值 能带来价值的还是数据了 在2014年的春节 马云就说微信红包是珍珠港偷袭 然后阿里系和蚂蚁金服 都走向了社交对抗腾讯的一个征程了 阿里系是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冲动 在2014年初阿里系是全力来推来往 也是倾注了大量的资源 但是来往的战略就是失败了 黯然转身阿里系也是把目光转向了钉钉 压入到企业社交了 作为阿里系的兄弟公司 蚂蚁金服在2015年也是当仁不让 一肩挑起了社交的任务 作为阿里系最活跃的APP之一 支付宝9.0的一个改版 也是加入了社交的元素 不管是推出这个newsfeed 还是集齐五福 亦或是圈子 都是支付宝为了增加用户社交频率 而煞费的苦心了 而因为2016年底支付宝圈子 引起的一些争议 蚂蚁金服的领导层架构 也是随即的调整 实际上2017年年初的时候 蚂蚁金服是已经事实上 放弃了社交的战略 外界也都是在翘首期盼马云的表态了 而这次在湖畔大学的开学典礼上 靴子也是终于的落地了 社交败了就是败了 没有什么好掩饰的 不过蚂蚁金服是在大喊社交的 这个瞒天过海之下 却实实在在有出过几招杀手锏 经过这个几轮的投资 蚂蚁金服和阿里巴巴 是获得了印度最大的 第三方支付公司 PayGM超过50%以上的一个股份 获得了控股权 那阿里巴巴还是投入了 印度第二大电商平台Snapdill 经过这个三年的出海 阿里和这个蚂蚁金服的 国际化的这个基本的架构 已经是搭建成功了 也不再惧怕这个微信 在用户量上的使用评刺上的 一个威胁了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亚马逊和阿里巴巴 一直都是对这个传统实体店 是避而远之的 但他们最近呢 就一反常态 来开始建立了实体店 两家公司呢 也都纷纷来采取措施 向混合商务公司转型 那整合电商和实体店的 这个各自的一个优势 那亚马逊呢 在培育消费者网购习惯的 20年当中 也是成为了商品展览室的 一个最大的受益者之后 为什么会开设这个实体书店呢 总而言之 亚马逊开设实体店的一个动机 是把它们作为一个 商品的展览空间 事实上呢 书店是很容易的成为 亚马逊现有的物流系统的 一个扩展 方便的用户来取包裹 或者是退换商品 那亚马逊在美国的 十一所大学 也是建有这个取包裹 和退换商品的一个商店 目前也是相当的成功 那在转向实体店方面呢 阿里巴巴是没有采用 商品展览室的方法啦 而是呢 通过这个收购 很快来涉足 通过这个收购 很快来涉足到 传统的零售市场了 那么作为这个实体零售市场上 占领更高市场份额 努力的一部分呢 阿里巴巴也是宣布 和这个百联集团 来签署了一个战略的合作协议 按照这个店面的数量计算呢 百联集团是世界上 最大的零售商之一 在200个城市 是拥有4700家的店面 那阿里巴巴呢 也更是对苏宁啊 投资了人民币317亿元 更是领导出了一个联盟 来出价人民币179亿元 来使得零售巨额盈态退市 而且呢 还持股了这个三江购物俱乐部 尽管呢 有这个业内人士警告说 传统零售商应该为保护自己的 领地而战 但是呢 传统零售商尚且无需草木皆兵 那亚马逊和阿里巴巴 开设实体店呢 尚处于一个试验的阶段 那由于呢 在于应云和这个实体店方面呢 是有很多的经验 传统零售商对于电商 还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但是呢 传统零售商也绝对不能啊 对亚马逊和阿里巴巴 开设实体店这件事啊 坐视不理啊 坐等他们完善自己的战略 他们呢 这个此举啊 也只是进一步来证实 所有零售商都需要采用一个 混合的商务策略了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期财经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